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是我,网红袋鼠 这个袋鼠我放在后面已经十分久了 但是讨论他的人只有一两个 我以为网红袋鼠会成为一个梗 但是没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不管怎么说,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我刚刚从东北回来 我从大连和沈阳回来 我只去了差不多两三天 然后我感觉我已经快死了 每一次我到其他地方 我就会觉得,我的天哪 赶紧让我回来吧,我想工作 我想做视频 真的,我每次到外面我就只能想着视频 我觉得视频就像毒品一样 你知道吗,我就不能 对吧,我上瘾了 你们得理解我,OK 你们不要觉得我在摄像机前面看上去很开心 其实我离不开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我离不开,我被困住了 这不是一个好玩的职业 我被困住了 我开玩笑的,OK,我开玩笑的 没有这么严重,你知道吗 没有这么严重 那么上一期视频呢,我问你们 你们觉得大陆人说的什么话 让你们觉得很奇怪 我说的这个你们意思是 台湾观众们,我知道还有很多不是台湾的观众们 大陆观众,还有香港观众 澳门观众,新加坡观众,马来西亚观众 外星观众,我也在乎你们 OK,我也在乎你们 很多人说这个什么,我只在乎台湾观众 我不,我在乎所有人 OK,只要你是人类,我在乎你 如果你是一条会说人与的狗,我也在乎你 如果你是小玉,我不在乎你 如果你是小玉,你在看这个视频 我爱你,我希望我们可以合作做一期视频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说过很多不好的话 但是,你有这么多小玉是订阅 OK,我知道台湾人不多 OK,我觉得任何一个订阅数 我们都需要牢牢抓住 所以如果你是小玉,你在看这个视频 我们能合作做一期视频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说台湾 所有机车都是一模一样 OK,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我开玩笑的 都不是我真心的 OK,我还是爱你的小玉 我们能合作做一期视频吗 我,每日任务消费小玉,我们做到了 所以废话,我们今天废话说太多了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片头 把你问题留在我的IG 我会读出来就在下一期的外 你以为我只会用一次这个片头吗 你们知道让这个字一个个变绿 花了我多长时间吗 你以为我只会用一次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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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PewDiePie能抄袭Jack's Films 那我也能抄袭PewDiePie抄袭Jack's Films 行了,我们不要说废话了 OK,我觉得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了 他们是来这里看标题里面写的内容 不是看我闭闭闭闭闭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大陆人觉得台湾人说什么话 非常奇怪 但问题是我都不知道这些怎么读 你知道吗 我没有听过这些话 我都不知道机车是一个流行词 你知道吗 我以为机车的意思就是 就是机车 比如说 这个人进来骚扰我在我自己的机车上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机车还有其他意思 我很抱歉 前面那个模仿的十分不像 我知道 OK,不要打我 我不知道机车是什么意思 谁能解释一下 我懒得打开谷歌 然后一个个翻你知道吗 所以 你们可以片段里面告诉我 我 我不会看的 要怎样啦 干三小 什么事 这个我也 这个我也不会读 这期视频会十分尴尬 OK 如果你是个台湾人 我很抱歉 我不知道 我没有听过这些话 所以我不能读出来 要怎样啦 干三小 什么事干三小 是这么读的吗 WTF 我不会 什么事干三小 我都没有听过 我唯一知道的 我觉得奇怪的 台湾人说的话 就是只有法国 器额和软体 然后我可以经常用这些词语组一个句子 你和我说什么 你森的好机车耶 我没有听说过 我没有听说过 我17岁 来自台北信义区 这个好像 好像很多人说 是吧 我们好像大陆人不怎么说 可能很多人说 对吧 但这个是 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台湾人不懂这个 何独成汉 真的 我这句话没有任何这个 讨厌台湾人 或者对你们有任何意见 但是每一次我听到一个台湾人把河 毒成汉 我就感觉冬天来了 你知道吗 我就全身十分的冷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这样子 每当我听到一个台湾人把河毒成汉 我就 就全缩你知道吗 我知道这肯定是从小我们教育一些词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台湾人听到大多数人说一些词 你们也会感觉冬天来了 对吧 我听到汉我就觉得 哦 好冷啊这里 这里好冷啊 谁能给我一件外套 汉 汉 这个字读合 你怎么 what 好像因为是我第一次 听到一个台湾人把河毒成汉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口误了 然后我就 我就为他尴尬你知道吗 因为河和汉 虽然他们都是 这个声音 这听到像土台 但是他们差距很大 对吧 然后一个台湾人把河毒成汉 我以为是他口误了 我就为他感到尴尬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蜷缩 然后之后我才知道 哦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但是 那个第一印象 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在那里 对吧 所以 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把河毒成汉 我知道我现在可以 谷歌以色列知道答案 但是你知道吗 我懒 你们可以不用评论里面告诉我 因为我可能编辑的时候 自己会去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答案放在屏幕上面 像现在 为什么要把花生叫土豆 what what 等一下 我的脑袋爆炸了 真的吗 这是假的吧 花生叫土豆 OK 这个是花生 OK 这个是土豆 真的吗 我现在感觉一个新的宇宙 在我脑袋里面打 这是真的吗 他是在胡说八道吗 我们来看一下评论 我们闽南画的花生 读音就是土豆的意思 OK 观众朋友们 这个是花生 这个是土豆 为什么 我的天哪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以为大陆人说的中文和台湾人说的中文区别不是很大 你知道吗 我错了 下一个是什么 番茄是西瓜吗 如果花生是土里的豆 对吧 那么虾就是海里的虫子 所以虾应该叫成海虫 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 光是那个口音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虽然不讨厌 我看到很多台湾人给我instagram发私信说 他们很喜欢这个大陆的口音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评论说他们很讨厌大陆人的口音 我觉得大陆人好像没有多少人反感台湾人的口音 至少我个人就觉得这个十分的独特 每一次我听到台湾口音 我就能想到这个动画片 因为我小时候看上海的哈哈少儿和训练卡通 然后很多配音都是台湾人配的 所以每一次一个台湾人说话 我就想到动画片 什么中华小当家 还有什么小舅心小肚 暂停一下大家 这都是我能联想到的一些场景 我知道很奇怪 但这个是我个人的联想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其实很想知道 如果一个台湾人学大陆人口音会是怎么样 我希望我能找到这么一期视频 你干嘛碰我 你很饿欸 我问的是词 不是让大家用打字的方式去学台湾人的口音 你玩MC的时候不看台湾人的视频 不觉得很多翻译都很奇怪吗 关于Minecraft我只记得 如果我打开任何一个阿神的视频 前十秒钟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你是大陆人 我们来听一下 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什么 我真的 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阿神视频的时候 我就被震主了 我就在想 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 我们说的是一个语言吗 我不是说阿神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 我知道这些只是口音上的区别 我总是提到另一个人之后 我必须要说这种话 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 你又在黑这个人 你又在黑那个人 咪咪咪咪咪咪 所以我得总是要说这种话 我没有在黑他 我只是说他口音 我听不懂 钢铁人 支柱人和超级女人 还没 真的吗 欸不 超级女人不是个东西吧 钢铁人 支柱人我还能明白 因为我们把钢铁人支柱人说成钢铁侠支柱侠 超级女人 这个 不不不 肯定不可能 我现在就要搜 我现在就要搜 OK 这肯定不是一个东西 OK它不是很明显它不是 哇吓死我了 如果吃的话那会太 那就太搞笑了 还好不是 还好不是 钢铁人其实听上去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Ironman 对吧 其实翻译成钢铁人应该更自然一些 Spiderman翻译成蜘蛛人应该也更 直译一些对吧 台湾的繁体居然不是台湾 而是台湾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所有视频标题 都是简体打完之后 放到一个转弯器里面 然后再转弯成繁体的 前几个视频我都把台湾 打成了台湾 然后我发现 所有台湾人在打台湾的时候 他们打的是台湾 不是台湾 但我就在想 台的繁体字不是这个吗 我就不懂这一点 所以 很多 这期视频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一期视频 应该是你们解答我的问题 不是我解答你们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点和订阅 如果你已经订阅我的话 别忘了点个铃铛 和留下你的评论 然后 我觉得我们得想一下 下期乐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 但是如果我想好的话 我会在我的Instagram上面问你们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的Instagram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应该是消费12岁张先生 耿评测12岁张先生 虽然这个视频 顶没有到5000 我就假设我没有说那句话 因为我想 耿评测张先生 如果这个视频 顶超过了1万 我就做 我开玩笑了 大家再见 我爱你们 拜拜 再见